剛才C隊的部分其實還蠻多的選手都有得分的紀錄 包含了名字相當特別的伊蕾斯巴馬瓦龍 第三號王信凱 5號古毛維佳 信凱已經超過40歲了 但還是希望能夠跟學弟來好好的較量一下 此外呢31歲的李瑞琦也在其中 所以說今天感覺上兩個大學長 要好好的給學弟來態度矯正一下 好 今天是由陳世念教練來帶領學長隊至於王信凱 赤漢富在做crossover 小打大的機會 信凱分球 跳得有點高 剩下兩秒鐘了 學長隊要想辦法拆 信凡博彥做了假動作 在交往底角 跳在空中 必須要拆炸彈了 還是被他給拆進 這個手感太驚人了 哇 信凱這個球本日最佳好球了 身高不高 但是處理球有一定的水準 組織能力大概是這個選秀裡面以後衛來講 組織傳球能力算應該是第一第二好的 信凱拿到這一球 代球往前場推 找到Daniel Daniel要秀一個嗎 競算加法 王信凱 三分的投射力道燒大 因為在修賽季我們才有事情可以做 是是是 王信凱 這邊應該也算是他的主場 哇 想要交給Daniel 結果傳球失誤 他的 要準備來打瓊斯杯 大家也是非常期待 接下來 我們國家隊的表現 這球差點甩進 差點比較甩進 好 這場比賽正式的告一段落了 最後是 學弟隊以52隊46 打敗了學長隊 這個結果阿伯有想到嗎 我覺得這種比賽裡面的輸贏 倒沒有那麼重要 那只能說 學弟在今天這場比賽裡面真的是 膽子滿大 就是說 並沒有畏懼說 是要面對接下來的學長 反而是透過這樣的比賽去證明自己